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有事瞒着我 香美 她是我亲生的女儿 什么 你 刘云 你们 香美 香美怎么会是你的亲生女儿啊 童林 这么大的事情 这么多年你一直在瞒着我呀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呀 童林 你 刘云 童林 小美 你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啊 你一直在等六云是吗 所以 你才一直在取决我 对吗 童林 如果这样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呀 你为什么 还 还撞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说你不配我 童林 童林 你 你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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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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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你 怎么是你呀 我在这碰上你了 怎么感觉跟做梦似的 今天 谢谢你 这么多年了 真的 我 有很多话要说 但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我也不知道从何说起 吃蛋糕吧 是 这家店做得比较好的 我记得你年轻的时候 特别喜欢吃甜食 那是当年 挨饿的时候 现在我的身体已经不寻许我 再吃那么多甜食了 好 喝咖啡 我没有喝咖啡的习惯 你有什么话就赶快说吧 我已经很累了 要上去休息 你想说什么 你要没什么事我就走了 你现在过得好吗 好 非常的好 不能再好了 你还想问什么 你还想问我 当年呢 你吃了很多苦 受了很多委屈 后来呢 还怀孕了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你什么意思啊 你什么意思啊 当年你让我把孩子做了 这快二十年了 你还想让我回忆那可怕的一幕吗 失败了 你还要回忆那儿 我去 pretty much 你还要回忆那儿 天儿 我说这是什么 你还要回忆那儿 你还要在小姐 你干什么的 吃早饭的 我不是问你这个 那个女孩的事你解决完了没有 合同已经解约了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啊 爷爷 他们家又出了点事 都把这些事安排好了 我就回去 不是这个女孩到底是什么人哪 他家里到底还有多少事需要你去解决啊 爷爷 我给你最后两周 两周内把所有的事情解决完 带他回来见我 两周还不行 就跟他分手吧 你不用想多了 那个 我还是比较想念咱们这些 咱们这些老朋友 有时间我们常去啊 好吧 好 好 小黄 叶总 您叫我 帮我准备一束玫瑰花 怎么听不懂啊 不知道玫瑰花是什么 不是 叶总 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你还从没给谁送过花呢 这人对我很重要 我明白了 看来叶总是找了喜欢的人了 恭喜叶总 是做金矿 好了 去吧 好嘞 谢谢 谢谢 袁律师 这是谁给我 叶先生送给的 他说你的电话打不通 就放到现在了 他人呢 刘云 叶总 叶总 你到底要干什么 这么多年了 难道岁月 还抹不平那些勾勾赫赫吗 好 太巧了 这房间我以前住过 这应该是这儿最好的房间吧 花我放在桌子上了 好吧 我不想让你在大庭广众之下难堪 你有什么话你就赶快说吧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柳云 真的 过了这么多年了 有很多话要说 我听说 你家庭出了一些变故 现在 就剩你一个人了 心情我特别能理解 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关心一个人 有很多途径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真心关心我了 好像昨天咱们见面的时候 你还对我一无所知呢 刘云 其实这么多年 我一直在惦记着你 只是找不到一个 只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契机而已 现在的奇迹就合适了 对了 我听刘云玲说 说你在跟她谈一个项目是吧 我就知道是她 你现在做房地产我做基建 我们俩干的事还是挺像的 你想得太多了 公司的事情我是不管的 我做了十几年的家庭主妇 根本就没有这个工作能力 我也无钱干涉公司的运作 我跟刘亦玲他们合作 只是一个傀儡 他们就是尊重前董事长的遗孀 让我练习一下而已 柳云 我真的觉得你没有必要把门关得那么紧 我的意思是说呢 我们都在这个行业里 如果我们能够合作也能算得上是强强联合 互惠互利了 根本谈不上想占谁的便宜 我明白 既然你不想占我的便宜 我更没有想占你的便宜 所以咱们就这个话题到此为止吧 好 那我们谈谈以前的事 或者说谈谈旧情 你还是省省吧 我约了人要赶时间 我真的觉得我们之间还有一段未了结的情缘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我一直觉得我爬得够快够高 没想到柳云这个女人有这么好的命 刘云啊 刘云 人和人之间的缘分是躲不掉的 二十年前你走了 成全了我一帆风顺的前半生 二十年后你回来 是为了造就我更加辉煌的后半生 路都转转了 你始终都是围着我转 再怎么挣扎 我都逃不掉自己的所有 你终究还得是我的 包括你现在拥有的一切一切 是 师傅 早餐 师傅 你怎么了 师傅 你一夜没睡啊 二十多年啊 二十多年啊 过去了 来来来 快起来 慢点 谢谢 嫂子 怎么是你 快请进 坐吧 嫂子 你喝点什么 是喝咖啡啊 茶还是饮料 不用 白开水就行 好 我给你烧 不用 我喝那个自来水就行 好 我妈呀 这有钱人就是不一样 那个 来 坐 来 坐 我今天来啊 就想问你 你这次回来是为了抢小美啊 还是为了把佟林一块给抢回去 嫂子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没什么意思 你这次回来不就是为了抢小美 然后跟佟林你们一家三口团圆吗 我想我跟佟林已经过去了 那就行 有你这句话就行 你到时候跟佟林也这么说 我们之间应该是有这个默契的 默契不默契我不管 我就问你 你能不能跟佟林也这么说 佟林他明白吧 你这个人 我不管他明白不明白 我就是想要问你 佟林要是问你的话 你能不能跟他这么说 行 我可以 那就行 我今天来就是想要问这句话 那行了 我走了 你走了 你说 我到底该怎么办啊 什么怎么办 去不去见你妈妈 我又不想让我爸着急 可是 我觉得 要是跟他相认的话 我特对不起凤霞阿姨 你觉得你认了你的妈妈 就是对凤霞阿姨的背叛 好像是 但是我觉得这两者之间 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你去认你的妈妈 你的妈妈呢 也不必然会跟你的爸爸在一起 关于童叔 跟凤霞阿姨的事情 只能他们两个自己解决 还有 这个问题是在你 妈妈回来之前就存在的 我本来以为 只要劝劝我爸 他们两个就会和好了 可是他一回来 我爸跟凤霞阿姨 这关系又直线下降了 这个时候我要是去相认的话 感觉不太好吧 这个也不是你一个人 应该琢磨的事 你为什么不去问问凤霞阿姨呢 我爸都把凤霞阿姨惹成那样了 我好意思去找他吗 你们父女俩啊就是这样 宁 莫不快 我决定了 决定什么 跟我爸做个交易 爸 我上午没课就回来 我想跟您谈谈 您不是一直想让我跟我妈相认吗 但是我想先问您一个问题 您还打算跟妈妈在一起吗 可是您是一个人 他也是一个人 况且您不是还没结婚吗 我们脾气不合 我们脾气不合 那就是说 你们不打算在一起了 你要理解我 爸 我能理解 既然您跟她不打算在一起了 那您能不能 别再惹凤霞阿姨生气了 我跟凤霞阿姨 怎么了 您不会想说您跟凤霞阿姨脾气不合吧 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我和凤霞阿姨差距太大 爸 从头到尾 这都是您一个人的想法 我们都不这么觉得 我们都认为 您跟凤霞阿姨可配了 有感情 而且早就该在一起了 我说没在一起 也都是因为我 我懂事 老觉得你们要是在一起了 我妈妈就回不来了 爸 现在我长大了也懂事了 您不能再退缩了 您可不能再辜负凤霞阿姨了 不然我会一直内疚下去的 不是你的原因 是我 我给不了凤霞阿姨幸福 幸福呀 不是用给的 是要靠自己来感受 爸 您想啊 如果说 凤霞阿姨跟您在一起 她自己觉得幸福 就够了呀 爸 我说过 这件事 不要再提了 我今天非提不可 爸 您想让我跟我妈相认 那咱们就做个交易 您去跟凤霞阿姨道歉 她原谅您了 我就答应你去见我妈 你不知道 爸 反正我这么决定了 您自己看着爸 我先回去了 田爸爸 小美啊 回学校啊 吃点东西再回去吧 不了 我赶紧回去了 好好好 路上当心啊 好的 我走了 好 没办法 没办法 好的 您稍等 师傅 您的电话 喂 谁啊 凤霞啊 是我呀 老田 谁 天大哥 什么事啊 是这样的 这个 小美回来了 小美回家 怎么了 是这样的 她呀 给佟林啊谈了个条件 说如果让小美认她妈 就必须先给你承认错误 给你道歉啊 天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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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你想说什么我知道了 天大哥 你不过真的没这个必要了 你不过了吗 你不过了吗 凤霞啊 凤霞啊 你看 这个咱们都活了半辈子了 是不是 这以前的事啊 能过去的就让她过去吧 这以前呢是小美原安的 现在呀 她也愿意你们俩在一起了 不是 咱们就不要为过去的错误 来惩罚现在的人了 田大哥 你听我说啊 那个 你的意思呢 我真的都听明白了 真的 我特别谢谢你 因为我俩的事 这么多年这么费心 不过 天大哥 我 我真的都想清楚了 我现在 我现在就想一个人 安安静静地生活 真的 天大哥 谢谢你啊 什么事啊 师傅 那他们那边还有完没完呢 要我说呀 您就嫁给胡教授得了 这胡教授人多好啊 你昨天又打电话过来问 各种拐犯莫叫的 他听着我都揪心 他要是喜欢我 我立马就嫁 行 你嫁你嫁 我给你准备嫁妆 他不是不喜欢我吗 你要出去啊 师傅 对 我要去找小美 你帮我回来吃吗 说不好 你自己先吃吧啊 吃吧 小美 你为我的事去找你爸爸了 你怎么能把你和你妈的事 跟我和你爸的事扯到一起去啊 小美 小美 你是不是觉得 咱们相处这么多年了 我为你和你爸爸做了那么多 你爸就应该给我个交代 要不对我不公平 这个时候你去认你的亲妈 你就成了你爸的帮凶 对吗 阿姨 我是觉得我爸特对不起您 还有我 什么对不起对不起的 你呀 就光想了 我为你们做这做那的 你就没想想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您难道不是想跟我爸在一起吗 这个 这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 这真的 你 这么跟你说吧 我呀 之所以做这些事 是因为我愿意那么做呀 你想想啊 我孤孤单单的一个人 我天天为你们啊 包招呀 包拿呀 我特别充实 咱们在一起啊 这天天那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 多有意思呀 我为什么我非要去闹着要个结果呀 那 有结果不是更好吗 你看 您以前跟我们在一起 很充实 现在呢就可以 开花结果了 不是吗 那个 你呀 你还小 这个问题它没有那么简单 你不知道 这个 抢扭的瓜布田 这两个人在一起啊 那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事 我跟你爸这么多年了呀 我们彼此尊重对方 你知道吗 这个两个人 互相能够承认对方 那非常重要 至于 她最后 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那真是我跟你爸的事 那跟你和你妈的事 它没有关系啊 小美 你听我说啊 你妈从那么远的地方来 想跟你见个面 想听你叫声妈 你就答应吧 我知道 你妈做错了 那是她的事 你要是不答应啊 那就是你不懂事了 我啊 再说 从小到大 这么多年了 你不如 一直也惦记着 你亲妈的事 现在机会来了 别再跟自己矫劲了 答应我 好吗 好吗 那 阿姨 你还会跟我爸在一起吗 你 我跟你说吧啊 我跟你爸的事 我早就想清楚了 我们俩呀 走一步 看一步 一切随缘 小美 这过日子呀 这高兴也是一天 不高兴那也是一天 咱们哪 咱们就高 高兴兴每一天 好吧 嗯 阿姨 无论怎么样 您跟田妈妈 永远都是我妈妈 我跟你们最亲 田大哥 这是我给你和嫂子 买的一点补品 你还这么客气 应该的 应该的 谢谢 谢谢 阿姨好 你好 俊美 阿姨好 你好 童美 你好 童美 小美啊 你不是说 你见到你妈有 有好多话要说吗 不美呀 那什么 我去到厨房看啊 帮帮忙 你慢慢聊 慢慢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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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赶紧帮我弄菜 来 阿姨 您在美国的哪个州啊 我原来是在宾夕法尼亚州 后来我搬到纽约去了 纽约呀 我特别喜欢纽约 像那个埃菲尔 你能别胡说八道 那是巴黎的 高才是 埃菲尔 设计的自由女神像 学着点 你肯定见过会儿 见过 对 我就看照片的时候我就想 它为什么是绿的呢 给人这种 永远不良的感觉 其实就有点像 咱们汉语里边不是讲 这人忍尽挨饿那样子 就说这人葱芯绿 大概就是这意思 是吧 忘了 忘了 你说这十句麦子是不是要怕变啊 你们这麦子要干嘛 什么怎么了 小美头给我搭理那米子 就十句麦子的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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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没了的 她干什么呀她 你年约又是麦鹿 我 你一口一个去麦鹿 一口一个去麦鹿 你光明跟我陪你长大二十年 我走俩月你就判断了你啊 你 你 还想着你这个人啊 你这麦哥过饭好吃 做了这么一桌好吃的菜 谢谢你啊 浩子 辛苦了 没事 你这排骨一看就挺香的 来 小美 来 吃一块排骨 阿姨 您别跟我家了 您自己吃吧 好 这菜你够不着 来 吃一点青菜 阿姨 我不想吃 您自己吃吧 好 好 爸 挺晚的了 我让俊败先送我回去了啊 你怎么还哭上了 你 别哭了 大妹子 别哭啊 你看 今天是你们俩相认的日子 这 别哭啊 小美 小美 妈妈知道对不起你 妈妈想单独跟你说会儿话好吗 说会儿话呀 那我带你们上内屋 来 上这边 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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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说会儿 他们先在锦团 。 不想出去转转 你够不喝 爱喝不喝 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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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对不起我 妈妈真的对不起 不光我 还有我爸 是 我知道 妈妈那个时候太年轻 太不负责任 妈妈现在知道错了 妈妈请求你原谅 妈妈不应该抛下你一个人不管 妈妈走了以后 天天都在想念你 天天都在后悔 真的 阿姨 我 我知道现在你还很恨我 你还不能够原谅我 但是我请求你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让妈妈 所以做一点补偿 我 哪怕你永远都不叫我妈妈 没关系 但是我想请你别拒绝我 你能让我经常地看看你 跟你说说话好吗 阿姨 你能别哭了吗 我 我 我 感谢观看